说起那英,很多人都不会陌生,老一辈的朋友们都听过他唱的歌,而新一代的朋友了解那英能更多是来基于《中国新歌声》这档综艺。 作为思维导师的其中一个,那英参加这档节目已经好几季了,千千后后还带出了几个冠军。 那英在歌坛的陈酒大家都有目共睹,除了相约酒吧之外,那英的代表作还有很多呢,网友们多多少少都会唱几句。 乐坛天后的名号是他凭借自己的实力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,这也是他狂傲的资本。 在《浪姐2》节目当中看到李菲尔和张欣宇之后,他直接了当地问道,你俩谁啊? 面对感谢姐姐们投票的张博之,那英毫不避讳地泼了一盆冷水,我没投你。 被问到想不想和杨玉莹合作的时候,他也不想绕什么弯子,直接吐出两个字,不想。 可以说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无名小卓,在那英的眼里都是一视同仁的,因为他谁的名字都不会给。 他在节目中表现出的态度就是他的真实性格。 虽然那英作为导师的能力被外界所认可,但是他的暴脾气是娱乐圈里面出了名的。 喜欢他的人会说这是豪爽大气,不喜欢的人就会说他没素质。 特别是那英当年讽气当狼的事件,也败光了不少粉丝的好感。 作为乐坛大姐大,那英曾经唱过许多经典的作品,也奠定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。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,尤其说话很直接哦,看不上就直接开怼。 当初刀狼凭借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,唱片销量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达到了1300万的销量。 这个成绩超过了很多歌手,他也拿着这个成绩参加了10年影响力歌手评选。 然而那时候作为评委的那英,宁愿最后奖向落空,也没有把他颁给刀狼。 他曾经公开表示,刀狼的歌不具备审美观,就是给农民听的。 还说如果刀狼能够上春晚,他就砸了电视机,后来刀狼如同昙花一线般消失令计。 那英呢,也因为这件事情一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被网友炮轰的体无完肤啊。 但尽管如此,那英依旧我心我缩。 当年,刀狼的酒吧开业,赵丽颖到场去祝贺,这件事情传到了那英的耳朵里。 他很不屑的说,赵丽颖就是个小妖精。 而赵丽颖本身就拥有很高的人气,粉丝更是多到数不胜数。 当听到那英的评价之后,粉丝们先炸了锅,不仅把他骂的体无完肤, 更是毫不客气的让他滚住娱乐圈。 赵丽颖听闻这件事情之后,也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, 而是巧妙的回了句,我就是魔人的小妖精。 一下子就把双方的面子都给保住了,这情商太高了。 虽然赵丽颖是农村出身,但他凭借自己的实力,摸爬滚打, 走到如今一线女性的位置,可想而知他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不管是演技还是人品,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而且娱乐圈里面和赵丽颖合作过的人, 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敬业敬职, 圈里人员也非常好,赵丽颖也是娱乐圈的拼命三娘, 虽然结婚生子有了新的身份, 但也没有停下自己的事业。 希望赵丽颖未来的发展可以越来越好, 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 感丽颖火圈 inclu